近日,安徽屯西因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此主持召开第三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和阿富汗邻国加阿富汗外长对话等外事活动而引起全球瞩目 安徽的这座小城原和成为世界会客厅 屯西位于中国黄山脚下,既是世界旅游目的地,安徽省黄山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人才、信息和物流中心 又是构建上海杭州黄山,名城明湖明山的黄金旅游线,链接世界各国游客的旅游集散中心 屯西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我们从小就生在这个地方 这里的一草一末,一山一水,都显得是那么的有人情味,那么的美丽 我第一次到屯西的时候,其实它有了很深刻的影响 四百多年前,安徽商人正是从屯西这片区域将贸易拓展到东南亚、日本、欧洲等地 留下无灰不成商的美名 畅营八方客,勇于闯天涯,这里浓缩体现着中国人包容开放、开拓进取的品格 明代宁居瑰宝、国宝单位、城市三宅和镇海桥 见证着位列中国古建筑六大流派之首的灰派建筑的优雅风采 黎阳老街这个地方呢,它本身历史非常悠久 它最早能够追溯到公元2008年 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讲的,这条老街有1800年的历史 灰山慢慢起来,已经形成这种集市的这种文化了 为何选择囤锡,也可从中国外交致力服务国内发展 加强中外合作的举措中去解读 自2016年起,中国外交部开始举行国内省区市全球推介活动 为地方开放创造条件,为世界了解中国打造平台 除了此次外长会议,屯锡已不是第一次为中国外交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2018年5月10号那天,李克强总理返回日本 在之前,文化部、外交部和故宫博物院在一起联合开会 就带谁的作品去参加故宫博物院的文创长 当时呢,他们就选了我的七七,就在会上拍板,选了十二届 外交搭台,地方唱戏,越来越多外交大事件 放在诸如屯息这样的小城举行 小城故事多,小城见证大国外交故事 到访的外方人士在领略中国多样人文地域风情的同时 更能感知感受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跳动的脉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访他